在假面骑士圈中 有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那就是最终形态负责耍帅 最强形态负责耍怪 别问是哪位名人说的 换就是小陈说的 那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 到底有啥区别呢 今天小陈继续给大家盘点主题们 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的区别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 1.创期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的区别 最终形态为天才形态 登场于创期TV第39话 最强形态为龙兔形态 登场于创期剧场版合二为一 我们先来谈一谈两者的变身条件 天才形态的变身条件 是需要以潘多拉欠版为原型 然后再通过葛成人的研究数据 制作成天才满装瓶罐 再配合创期驱动器变身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变身者没有强烈的意愿 或者不超过一定法制的话 那么则是无法变身 龙兔形态的变身条件 是需要将金兔 天才 银龙 这三种满装瓶罐 融合为龙兔瓶罐 再配合最佳融合材料 万丈龙我 并且两位变身者的危险等级 必须都达到7级才能变身 变身条件而言 肯定是二位一体的龙兔形态更难一些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者的外观 天才形态的外观 主要以白色为主 并伴随着满装瓶罐 所相对应的颜色条纹 造型则是将60只满装瓶罐 插满了全身 龙兔形态的外观 因为是二位一体的缘故 所以是带有龙影章的蓝色 和带有兔子印章的红色左右相见 身后带有一件同样蓝红相见的裙摆 光从外观而言 小赵还比较喜欢牛逼轰轰的能量平小伙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两者的基础数值 天才形态的身高为1米96.4 体重为105.6公斤 全力为55.7吨 踢力为61.1吨 百米加速为0.9秒 龙兔形态的身高为1米97.6 体重为111.1公斤 左圈为64.2吨 右圈为55吨 左脚踢力为62.7吨 右脚踢力为70.5吨 百米加速为0.8秒 基础数值而言龙兔形态更深一筹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实战技能如何 天才形态有着综合性银气体的能力 能将变为猛击者的人类变回人类 并且在搭配危险装置进五冲翼模式后 它可以进化黑迷失满装瓶罐 不仅如此 它在释放骑士踢的时候 还可以让被击中的对手产生情感 一种便是接了这一脚之后产生出了人类情感 简单来说 别的主角打不过都是靠嘴盾 而我们的大聪明形态则是靠脚盾 使用的武器为满装瓶罐破坏者 不仅有着远程射击的加农模式 还能切换成巨人模式进行近战攻击 并且可以在该武器填装不同的满装瓶罐 释放不同的必杀技 龙兔形态使用的武器同样为满装瓶罐破坏者 不同的是它可以在武器中填装两只满装瓶罐 释放必杀 其在战斗时可以幻化成中国巨龙模样 不得不说还得是中国龙看起来威武 释放必杀时 切实会变成金兔模样击飞敌人 紧接着化成巨龙模样踢向对手 骑自在用静影二色的双螺旋能量体拘束敌人 之后沿着能量体使出骑士踢 综合而言 除了外观天才形态取胜以外 其他方面都是龙兔形态完胜 二 埃克赛德最终形态和最长形态的区别 最终形态为无敌玩家 登场于埃克赛德踢飞第36话 最长形态为创造者玩家 变身条件无敌玩家的变身条件是需要拥有帕拉德的病毒 然后再使用炎翼之神虾脚弹力斗 整整耗了三条命才制作出来的无敌赚玩卡带 再配合玩家驱动器变身奥兰 创造者玩家的变身条件 方式使用虾脚制作的创造者赚玩卡带 配合玩家驱动器变身奥兰 值得一提的是 该形态只能在限定场景 VR世界中才能变身 所以光从变身条件来说 有着限定条件的创造者玩家更难一些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两者的外观 无敌玩家的外观主要以金色为主 拥搬随着彩色条纹遍布身体 一头黄金浓密的秀发更是直接抵达腰部 再配上出场时金闪闪的特效 所以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黄金头皮屑战士 创造者玩家的外观则是在二级形态的基础上 套上了克罗洛斯的盔甲 只是颜色从绿色变成了白色 光从外观而言 小城觉得黄金头皮屑更胜一筹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两者的基础数值 无敌玩家的身杠为2米17 体重为119公斤 旋力为256吨 踢力同样为256吨 白米加速为0.064秒 创造者玩家的身高为2米05 体重为101公斤 旋力为99.9吨 踢力同样为99.9吨 白米加速为0.9秒 基础数值而言 无敌玩家碾压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实战技能如何 无限玩家可以让一切攻击都无效化 并且无视克罗洛斯的实停能力 战斗时能够在游戏领域内瞬间移动 后面加载了存档功能后 能够对当前的战斗情况进行存档 必杀技是在右脚收复能量 然后在敌人周围瞬间移动 并施展连续飞踢 被攻击的敌人会在一秒后受到伤害 因此这招也被称为岩石踢 不仅如此 他可以在武器键盘键上缠绕能量 对敌人释放连续斩击 创造者玩家在VR世界中 有着超越无限玩家的力量 他能够通过3D艺术 手绘出各种类型的武器 以及道具供自己使用 简单来说 只要想象力足够丰富 他都可以将其实现 任务可以描绘出无数的导弹 将它们一同发射出去 综合而言 小城还觉得无敌玩家更强一点 因为创造者玩家只能在VR世界中使用 而无敌玩家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变身 3.灵奇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的区别 其实灵奇最终和最强形态都是无限魂形态 但有小伙伴认为天下同一魂才是最强形态 那么小城给大家讲一下两者的区别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谈双方的变身条件 无限魂形态的变身条件是小城复活后 相信自己有着无限潜力 从而在体内诞生出无限眼魂 再配合告死的驱动器变身而来 天下同一魂的变身条件 十笑容和知田信长 分成秀吉 得川家康 这三位阴魂的力量变为天下同一眼魂 再配合告死的驱动器变身而来 从变身条件来说 小城觉得违行主义的无限魂形态更难一些 其次再看看两者的外观 无限魂形态全身色调以彩色为主 身披白色战袍 偷偷顶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独角 人颂外号 阳光彩虹小白马 天下同一魂的外观方面 面部是参考了知田信长的容貌来设计的 身体部分则是以我魂形态为基础 并且披上了金色外套 从外观而言 小城依旧觉得无限魂形态取胜 让我们再来看看两者的实战技能 天下同一魂体内寄宿者 日本战国三英杰的力量 可以使用原有形态或者成哥的武器释放必杀 例如配合剃刀对敌人进行连续切割 配合眼枪臂腕和眼枪捕手发射能量带 或者是用墨镜斩刀以及深渊巨刀 对敌人释放最大力量输出的必杀斩击 无限魂形态可以变成光 不仅可以随意穿梭 还可以凭借此招躲避敌人的攻击 武器方面可以使用原有形态的任何武器 并且可以搭配不同的武器 释放出七种不同的必杀剂 骑士帝是在脚下凝聚彩虹能量 然后蓄力的同时还能免疫敌人的攻击 然后飞到空中最后将敌人直接踢穿 不仅如此 该形态还可以将人类的感情作为力量强化 也就是说该形态有着无上限的可能性 那么为什么会有网友觉得天下统一魂才是最强形态呢 因为天下统一魂是在无限魂识别后登场呢 并且还击败了无限魂都没打过的游戏病毒 所以有观众认为天下统一魂才是最强形态 而且官方也给出说法 该形态是灵奇在游戏领域中的最强形态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灵奇的设定 在灵奇剧中小中分为灵魂体和肉体存在的 灵魂下的无限魂形态没有任何负担 是毋庸置疑的最强形态 而肉体恢复之后 会因为身体复合导致无限魂形态的实力下降 因此也解释了前面为啥会吃别 不过还记得小陈之前提到的 无限魂形态是可以将人类情感作为强化力量 只要情感奔发的越强烈 它就有着无限增长实力的可能性 所以认为无限魂形态是最强形态 但就目前而言 灵体最强形态是无限魂形态 肉身最强还是天下统一魂形态 当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欢迎小伙伴评论区指振部 在卡梅拉大的世界中 大部分的主旗们经过一段基础形态 或者基础派生形态后 那么就会迎来他们的第二种全新皮套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强化形态 那么今天小陈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主旗们的强化形态都有哪些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 1.破壳暴龙形态 登场于立威斯TV第13话 是50蓝一魁使用暴龙最后硬张 配合rewise驱动器变身而来的形态 外观方面推取了原来的烧粉颜色 而是换成了更加烧气的紫色 头部则是借鉴了恶魔的造型 实类方面 该形态拥有从暴龙到万龙十种精英组的力量 并且可以召唤出这十种remax形态协同自己作战 在和敌恩战斗时 他不仅能够召唤出冰盾用于防御 还可以使周围迅速冻结 让敌恩行动缓慢 甚至可以在空中产生巨大冰柱将敌恩冰冻 最后给予强力的踢击 或者将力量集中在武器rewise巨刀上 对敌恩进行连续劈砍 2.龙文骑士形态 登场于胜任TV第13话 是飞语真使用龙文骑士奇幻家语书 配合圣剑剑忍驱动器变身而来的形态 全身的盔甲主要以银色为主 并伴随着红色的条形纹路 实力方面 该形态寄促着传说神兽龙文骑士的力量 不仅有着能够反弹敌恩攻击的防御力 还可以骑成勇者飞龙实现空中作战 释放必杀时会将神圣之火附在武器上 或者集中在右脚 对敌恩进行威力较大的斩击或者骑士踢 3.闪耀蝗虫形态 登场于灵翼TV第13话 是霍语使用闪耀升华药 配合灵翼驱动器变身而来的形态 该形态的外观是以绿黑色为主 肩上的突刺则是由蝗虫逐步演变而来 实力方面 该形态能够强行引出变身者的潜在能力 并且有着变态的格斗技巧 能够看穿敌人的下一步动作 这波小城觉得他应该是学了剑纹色霸气 使用了武器为授权破坏者和攻纹相王剑 释放必杀时的特效更是直接拉满 先是会在右脚缠绕电子状光芒 然后凭借超高音速将敌人踢向空中 接着再次高速移动至敌人身旁 是以连续踢 最后以飞踢将敌人贯穿 4.第7装甲形态 登场于时光TVD14花 是下方是用时空驱动器 配合地旗表盘和时光表盘变上而来的形态 该形态的外观全身充斥着地旗标志性的条形码 并且伴随着品红色的纹路 头部的LED方块脸不能说是难看吧 只能说是丑到不忍直视 虽说丑 但架不住人家功能多 该形态不仅可以自由使用平成骑士的必杀剂 还可以搭配其他表头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实力 使用的武器为驾驭平成剑 它可以使用该武器发动带有前辈主旗力量的必杀 由于释放前过于魔性的音效 因此这把武器也被称为平成黑黑剑 5.气泡兔坦形态 登场于创奇TVD14花 使战兔生兔子坦克气泡 配合创奇驱动器变上而来的形态 该形态的外观颜色全身红蓝相间 并且搭配着少量的黑白色条纹 也不知道是不是百事可乐头的赞助 该形态一眼看过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百事可乐 所以它也被称为百事可乐形态 实力方面 由于是融入了潘多拉魔盒的力量 所以进一步加强了兔子的跳跃力 以及坦克的防御力 能够很轻松的躲避敌人的攻击 不仅如此 它还能够使用基础派生形态的所有武器 释放骑士踢时 右脚会包裹着泡沫踢向敌人 6.双人动作玩家10级 登场亚克赛德TVD12花 是宝生勇梦使用非凡兄弟转弯卡带 配合玩家驱动器变身而来的形态 该形态外观方面 头部呈现成蓝相间的沙马特发型 体型和初期形态一样臃肿 但移速和防御要比初期形态进一步强化 双人动作玩家实际顾名思义 此形态有着宝生勇梦和天才玩家M这两种人格 然后在进一步升级后 这两种人格会分离出两个个体形态 蓝色形态为宝生勇梦 天才玩家M则是橙色形态 两人共用一把武器键盘剑 战斗时十分抗厌两人的默契程度 释放骑士梯时 两人先是会合体变为大胖子 所有一拳将敌人击飞至空中 最后再次分开共同击向敌人 好家伙 这不也算是致敬W的分式梯了 七 斗魂形态 众所周知 对我祭天法力无边 而我们小尊却了自己祭天法力无边 在林奇踢飞第十二话中 小尊第二次领了盒饭后 他的父亲为了让其复活 甘愿化成斗魂眼魂 小尊由此解锁斗魂形态 外观方面 该形态的颜色以红色为主 并伴随着黑色火焰形状的纹路 实力方面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格斗技巧 并且攻击时还带有火焰附魔效果 使用的武器为墨镜斩当 他可以将两个不同的眼魂放入该武器中释放必杀 值得一提的是 此形态可以搭配其他眼魂变为强化派生形态 比如插入五脏眼魂变为斗魂五脏魂形态 常用变清眼魂变为斗魂变清魂形态等等 8.白热型号 初次登场于磁骑TVD16号 实斤之间使用磁骑驱动器 配合变挡白热战车变伤而来的形态 因为该形态的研发式结合了马赫的性能 所以外观方面同样也参考了马赫的设计 不仅换上了马赫标志性的白色 而且其右肩部分增添了一个新轮台 实力方面速度得到较大的提升 百米冲刺只需要3.2秒 释放必杀时全身都被热能所包裹 然后急速下降使出飞踢 不过因为该形态还未彻底完善 所以一旦使用时间到达临界点后 就会产生失控暴走的可能性 9.正于柠檬形态 登场于凯武TVD16号 自杀神将战级驱动器上的骑士显示板 替换为创世纪核心 然后再配合柳神定锁种子 和柠檬能量定锁种子变少而来 外观方面全身披上了带有柠檬标志的盔甲 但小神怎么看都像是一件马甲套在身上 实力方面 由于柠檬能量定锁种子是S级的缘故 所以战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甚至直接把前期无敌的流连解打到解除了变身 该形态使用的武器为音速箭矢 虽说是把弓箭 但主要还是用于近战攻击 必杀技是将柠檬定锁种子装在该武器上 随即会在身前出现柠檬片能量体 最后放出光剑通过能量体贯穿敌人 10.火焰魔龙形态 登场于武奇TVD9号 是发野体内的魔龙将部分力量借给他从而解锁的形态 外观方面该形态生披红色长袍 头顶镶嵌一颗红色魔法石 整体造型出入魔龙分彩 实力方面 该形态可以召唤出很多把魔法石枪剑 极其擅长双刀流作战 必杀技是在胸口召唤出魔龙头部 然后魔龙会吐吸出威力强大的火焰冲击波 但发野的强化形态不仅仅只有火焰魔龙形态 他有着飓风魔龙形态 流水魔龙形态以及大地魔龙形态 这三种小城在之前的法液形态盘点中已经介绍过了 这边就不再过多描述了 11.电力形态 登场于Force TVD6号 是四载使用电力开关 配合Force驱动器变伤而来的形态 外观方面全身基调以金色为主 但完全感觉不到有金属质感 反而更像是一根刚出锅的油条 使用的武器为B立场棍 必杀技十枪电力全部集中在该武器中 然后释放出百亿福特的电流攻击 好家伙 隔壁的皮卡丘看了都得直呼内行 12.虫系联组 由于欧姿的联组形态每个都有不同的能力 并没有明确表示到底哪个才是强化形态 但小城觉得虫系联组应该是前中期最强的形态了 该形态登场于欧姿TVD6号 是由硬丝使用秋行虫 螳螂 飞黄三枚核心硬币 配合欧姿驱动器和欧扫描环变身而来的形态 整体外观以绿色为主 头部造型则是参考了秋行虫的原型 实力方面自然不用多说 该形态可以召唤出多个分身共同作战 只要硬币足够多 那就可以一直召唤出分身 难怪有网友把这个形态称为最强形态 毕竟人多力量大嘛 13.脸牙王牌形态 登场于WTVD16号 该形态既是长话形态 也是过渡形态 它是由菲利普的身体为主导 然后使用脸牙记忆体和王牌记忆体 配合W驱动器变身而来的形态 外观方面 全身主要颜色是简约的黑白分割 所以说外观简约 可实力却不用小觑 照合流氓式的凶悍打斗风格自然不用多说 它还可以扔出武器獠牙利刃 对敌人造成回旋打击 释放骑士踢时 脚上会出现獠牙利刃 然后在空中快速旋转 伴随着獠牙的标志踢向敌人 因为体内有着宛如野兽般凶猛的战斗欲望和力量 所以它能够发挥出强域基础形态的战斗能力 但也正因为如此 菲利普可能会有失控暴走的可能性 早在时候经过降太郎的开导后 他能够完美的控制住体内的狂暴 果然 当菲利普拿起疗牙记忆体 外人们才知道这两个人的凶残 相信很多骑士粉都有这样一个武区 那就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老是傻傻分不清楚 经常把最终形态误认为最强形态 那他们到底有啥区别呢 今天小神就给大家对比一下 主旗们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的区别 看看他们究竟是不是实至名归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 一 胜任的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 最终形态为十胜任形态 登场于胜任TV第38话 最强形态为奇幻全能形态 登场于胜任TV第47话 我们先来谈一谈两者的变身条件 十胜任形态的变身条件 只需要将十一位胜任的力量聚集为一体 变为任王剑十胜任 再配合神兽书 生物书 以及故事书变身而来 奇幻全能形态的变身条件 是使用了露娜加上主角团六把圣剑的力量 诞生出来的奇幻全能驾驭书 再配合圣剑剑驱动起变身而来 光从变身条件而言 小生兽有着露娜加持的奇幻全能形态更难一些 其次再来看看两者的外观 十胜任形态的外观主要以蓝色为主 并且蓝色的盔甲下还透露着五彩斑斓的宝石 整体质感非常符合最终形态的标准 奇幻全能形态的外观和基础形态基本一样 只是颜色稍微淡了一点 不得不说东大妈制作皮套真的是越来越懒了 外观方面十胜任形态完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者的基础数值 十胜任形态的身高为2米23 体重为98.5公斤 全力为64.7吨 踢力为110.8吨 百米加速为0.6秒 奇幻全能形态的身高为2米17 体重为98.5公斤 全力为68.6吨 踢力为118.1吨 百米加速为0.4秒 基础数值而言 奇幻全能形态要略胜一筹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双方的技能方面 十胜任形态可以灵活运用十把圣剑的能力 并且可以将圣剑巨大化对敌人进行斩击 该说不说 这个预见术确实很帅 奇幂杀技为圣王一策展 是将全部力量集中在圣王剑中汇出致命一击 并且该形态还能搭配不同的驾驭书进行进一步强化 比如说搭配狮子战技 和阿兰基纳神灯进化为龙狮灯形态 奇幻杀技是威力更为强大的刃王三策展 奇幻全能形态的实力方面 不仅可以召唤现存奇幻驾驭书的力量协同自己作战 还包含了这些驾驭书未来进化的力量 并且还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共享给同伴使用 在和大boss特里乌斯的战斗中 费语珍直接给行人和伦太郎套上了无限力量的buff 好家伙 这就是辅助型进攻战士吧 综合而言 皮套造型方面十胜任完胜 变身条件以及战力方面奇幻全能形态完胜 2.01的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的区别 最终形态为02形态 登场于01TV第41话 最强形态为地狱高月蝗虫形态 登场于01剧场版真实时间 02形态的变身条件是由货人设计 老婆一字和泽亚共同完成的02驱动器 以及02城市生华药 地狱高月蝗虫形态的变身条件则是 需要使用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地狱密药 配合01驱动器变身二蓝 变身条件来说地狱高月蝗虫形态更加苛刻一点 其实再看看两者的外观 02形态由于是有两只蝗虫变身二蓝 所以除了基础的绿色和黑色之外 将其头部以及双手部分都换成了红色 而地狱高月蝗虫形态的外观则是以黑色为主 换随着鲜艳的红色条纹布满盔甲 整体给人一种地狱容颜的感觉 外观造型而言 较成更倾向于地狱高月蝗虫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基础数值 02形态的身高为2米 体重为102.1公斤 旋力为62吨 踢力为120吨 百米加速为0.2秒 地狱高月蝗虫形态的身高为1米97.1 体重为106.9公斤 权力为60.7吨 踢力为116.3吨 百米加速为0.4秒 基础数值而言02形态要更深一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双方使用的技能 02形态能够瞬间对敌人的攻击 进行两兆次以上的演算并进行针对 在和亚克的战斗中 双方更是上演了一波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这一名场面 地狭技是凭借高速移动 对敌人施展连续飞踢 并且它还可以配合武器功能向王剑挥出荧光色月牙斩击 地狱高月蝗虫形态则是去除了那些眼花缭乱的特效技能 而是拳拳到肉的食肉性打法 其暴力程度堪比尔马总 PX技是将含有一切力量的地狱能量聚集在右拳 然后对敌人挥出致命一拳 综合而言 小陈觉得这两个形态不分胜负 喜欢特效拉满的小伙伴偏向于02形态 喜欢拳拳到肉那种打击感的小伙伴偏向于地狱高月蝗虫形态 3.食王的最终形态和最强形态区别 最终形态为虫皇形态 登场于食王TV第39话 最强形态为食王风魔形态 登场于食王剧场版超越时间 虫皇形态的变身条件 是需要收集平成其余19位主棋的力量 变为虫皇表盘 再配合时空驱动器变身而来 食王风魔形态则是需要迁信自己称王的意志 从而诞生出食王风魔表盘 再配合时空驱动器变身而来 但从变身条件而言 小伙觉得依靠收集表盘的虫皇形态更难一些 其次再看看两者的外观 虫皇形态的外观是以土豪金色为主 将其余19位主棋的雕塑依次布满全身 更是把自己的雕塑刻在了最嫌疑的脑门上 整体造型来说确实很奢侈 而食王风魔形态的外观依旧是以金色为主 盔甲部分则是呈现白色 所有逼着两道较为简陋的披风 外观而言 小伙觉得虫皇形态更帅一些 让我们再来看看两者的基础数值 虫皇形态的身高为2米08.5 体重为120公斤 权力为55.8吨 体力为129.2吨 百米加速为0.4秒 食王风魔形态的身高为2米04.5 体重为122公斤 权力为129.9吨 体力为389.9吨 百米加速为0.07秒 基础数值而言 食王风魔形态碾压虫皇形态 我们再来看一看双方使用的技能如何 首先虫皇形态拥有时停或者时间倒流的能力 可以召唤出平成主旗的任意形态协助自己作战 其实第同样是 集合平成20位主旗的力量将敌人粉碎 武器为最强极限剑 配合武器可以发动必杀霸王斩击 同时他还可以使用其余平成主旗的专属武器 并且配合他们释放必杀 食王风魔形态的武器为最强时间级限剑 他是由最强极限剑和时间级限剑组合而来 配合该武器他可以发动巨大的能量刃斩击 V杀技是召唤出平成其余19位主旗的最强形态 然后全员对敌人释放歧视题 但里面还混入了一个夫妻盖茨进去 综合而言 变身条件和皮套外观方面重簧形态取胜 战力方面食王风魔形态更胜一筹 在卡梅拉的世界中有这么一个组织 他们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并立之要解放修马吉亚 没错 这个组织就是灭亡迅雷 今天小神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这个组织的架构 以及出场的骑士形态都有哪些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 1.亚克 也就是灭亡迅雷组织的创始人 因为飞电和赛亚共同研发的智能卫星 因为被老迁输入了人类恶意觉醒了意识 从而产生了黎明大爆炸事件 并导致其陷入了瘫痪状态 为了打造一个修马吉亚统治的世界 亚克创造了灭亡迅雷组织 并在最后利用亚茨收集的起点数据正式复活 它可以凭借内心的恶意而寄出在他人体内 因此其复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利用灭对人类的恶意寄出在他身上 并且还生成了亚克驱动器 甲面骑士亚克灵由此上限 整体外观以黑色为主 属于初上级无敌系列 直接一个全员归零把任解送进了医院 然后随着一字的下线 又借助小社长的恶意诞生出了甲面骑士亚克1 再后来随着迅的牺牲 又借助灭的恶意诞生出了亚克独仙 因此我们才能看到两个亚克形态的对决 最后就是亚克独蝎击败了亚克1 所以他又被觉悟蝗虫给击败 我因为亚克就此消失 但是我们别忘了亚兹还在啊 他的任务就是不断寻找合适的宿主 不过后面的事情就和灭亡迅雷无关了 小生就不做多余的讲述了 二 灭 原来非电第一代父亲行凶马吉亚 被亚克唤醒后成为灭亡迅雷组织的行动发起人 执行着亚克的指令 他最经典的台词就是遵循亚克的意志吧 在非电老社长去世之后 灭开始了魔机作战计划 由此来收集休马吉亚技术起点的数据 目的就是为了复活亚克 而在剧中灭的形态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尖刺毒蝎 事实上灭亡迅雷强制生化气 配合尖刺毒蝎蜜要变身而来 整体外观以紫色为主 一出场就肉身接了无数发子战 甚至还接了一个大招都屹立不倒 可见这款皮套是有多么的坚硬 后面甚至被门马踩了一脚都毫发无伤 武器为偷来的公文相弩弓 直接一剑将真男人炸在了地上 必杀机为尖刺反乌托邦 右脚上的毒刺将敌人缠绕 然后上去一脚将敌人送走 而盖型态后来又被闪耀蝗虫重伤 随即又为了保护训 发被突击之狼踢了致命一脚 不过这里仍然是按照亚克的指令形式 以此让迅达到技术起点 所以我开始招待后世 并且那句我的儿瞬间火出了圈 第二种形态为亚克独仙 是由于迅的掉线而被亚克侵蚀而来的形态 也是剧中最终boss 前面小社长的那一期小陈也提到过 这里就两个字带过了 第一个字就是帅 第二个字就是强 最后再说一下 灭的技术起点是什么时候达到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画面 但此时他仍然不知道已经产生了父爱 那就需要一个第三者来点破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画面 小社长可以说重演了一遍 然后一番话令一向冷酷的灭开始觉醒了 并动摇了人类和休马吉亚不能共存的想法 三 由灭亲手制造的工具型休马吉亚 为灭王迅雷组织的骨干成员 前期一直听命于灭霸 利用小社长那里抢来的飞翔猎音力药 变身为假面骑士 也就是他基础形态 外观来讲更加骚气 而且有着一对翅膀 不过这个形态在迅手里可比小社长会玩得多 上来就是各种调戏 打不过就飞走 调皮鬼没谁了 不过后来为了给灭报仇 他和小社长来了一场大战 最后把自己也玩掉线了 后面被灾亚复活 与其说复活 不如说新生 因为复活后的迅和之前所有的型号都不一样 这是一款新型自律型士兵仿生人 不管是进化速度还是作战能力都得到了强化 迅也因此解锁了最终形态 那就是燃烧猎音形态 一出场折强突击之狼打到解除变身 而此时的迅有着更加独立的自我意识 并想用自己的方式解放休马吉亚 而在亚兹收集起点数据的时候 只有迅一个人看穿了亚科的计划 并且没有说出那句遵循亚科的意志 因此也可以看出迅早已脱离亚科的控制 而迅起点的到来 可以说是剧中比较早的了 但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这都是灭霸的功劳 四暗杀 是灭的重点培养对象 致力于将他打造成杀手型休马吉亚 他是使用灭亡迅雷强制升华器 配合肚肚鸟鸟命要进行变身 整体外观以火红色为主 使用的武器为瓦尔克军刀 也就是那个可以自动巡航的飞刀 由于暗杀的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程序也在不断的升级 也是他一个大招将任劫打到解除了变身 然而很快他就觉得没什么可以学的了 因此他开始上网自由 多离了灭亡迅雷组织 最后被产耀黄鹏击败 从而退出舞台 舞雷 原来飞电第一代宇航员休马吉亚 因为被亚克植入了一道程序 被在不知情的前提下盗取泽亚的数据 在迅找到他之后 告诉了这个真相 他是使用灭亡迅雷强制升华器 配合肚肚鸟命要变身为假面骑士雷 外观上还是比暗杀的肚肚鸟要帅很多的 不过刚一出场没多久就下线了 被突击之狼一炮给打没了 还是由迅亲自给他盖的坟 后面随着王的复活 雷也跟着完美复活 这次灭亡迅雷四人组集合完毕 并复活了亚克 雷技术起点的到来 也是在太空工作的过程中 因为指导新型休马吉亚后 而形成了哥哥的意识 6.王 原来飞电第一代系统工程师休马吉亚 黎明事故之后被灾亚回收 成为老千制造武器的工具 其数据也被植入了不破大脑的芯片中 后来被认解和迅分离了出来 于是又成为了一台独立的休马吉亚 王对灾亚的系统了如指掌 能轻松的入侵及及持截者 并让他们为自己作战 同时王也可以使用灭亡迅雷强制生化器 配合日本狼角面秘要变成为假面骑士 这个外观属于比较有个性的了 因为它才让我们看到老千优雅的一面 而王技术起点的到来 是在不断的被扎压利用之后 因为不想变成工具而产生的自我意识 7.灭亡迅雷完全体 和名字一样 所有灭亡迅雷四个人的意志结合之后 而诞生的假面骑士 为了解放机器人的工具命运 他们选择毁掉灾亚公司 在四人的心意相通之后 诞生的假面骑士灭亡迅雷 开情态结合了四人的力量 刚助长便秒杀了黑千 所有也将任解的正义坚持 打到解除变身 最后被不破的独行野狼打败 灭亡迅雷的故事告一段落 前面有小伙伴留言 说想看灵异的民歌民场面 那必须得安排啊 今天小城这不就来了吗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 一 崴脚骑士踢 说到最深操的骑士踢 那小社长必定有一席之地 哪怕时隔两年 过了那这波操作 依旧令粉丝们记忆犹新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在小社长利用高科技变身之后 那时玩得不易乐乎 这么高的地方 他说跳就跳了上去 独技能的同时 也不忘跑酷耍个帅 按照这样的惯例 最后肯定是以完美的骑士踢收场 可是万万没想到 落地之后的小社长成功 崴到了脚 成为了第一个骑士踢崴脚的骑士 因此这波开创历史的操作 总能被粉丝们拿来调侃 二 掰齐 首先掰齐这个称号是形容不破的 而至于为什么这么称呼他 还得从这个掰字说起 按照灵异剧中的授顶 变身成为卡梅拉达那 可是需要正规授权呢 但是不破偏偏就不信这个鞋 不给授权 老子就用手掰开 从此他在掰尼尔的道路上 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一掰就九首一个形态 比如说重拳金刚 护肌之狼 狂暴加特林 那么小伙伴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一直不给他授权呢 现在的父亲都这么卑微的吗 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好好探讨一下了 至于是不给他授权 还是他就喜欢掰 我相信王姐应该最清楚了 当时扔给他的秘要明明是开着的 不破乱使给他合上了 然后还对观众呐喊了一句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掰不开的东西 大家说答案是不是找到了 也正是凭借这独特的授权方式 再加上丰富的表情 让不破在观众面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掰起的称号由此而来 更是有网友将他做成了表情包 说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补上 三 造爹狂魔 顾名思义 造爹就是给自己造了个爹的意思 但在生物学的角度 这是不存在的事情 我们这里的造爹指的是给对手送装备 然后导致自己还打不过的一种慈善家行为 这种行为在假面骑士的世界里经常发生 而且一代胜过一代 如今到了令和时代 造爹的接力棒传到了老千手里 可能是无敌太寂寞了 在虐完小社长之后 老爹亲手把金属蝗蟲蜜药插入了他的腰带中 并开始了各种挑衅行为 结果 后来福奇也表示很久没更新装备了 老千笑一笑又把加特林蜜药扔给了他 并试图和他过两章 结果 兄弟们 这堪称造爹的经典案例啊 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 本局的终极反派亚克 也是老千参与研发的一颗卫星 正是因为老千给他输入了人类恶意觉醒程序 才导致了亚克后来的复活 并且一出场就贼强 就凭这一系列操作 不吹不黑 造爹狂魔最起码是实至名归 这是一个简单的闲音梗 说的是小社长的一把武器 生成黄虫剑 而至于这把剑为什么又叫杀毒软剑 说起来又和老千造的爹有关 看过01的小伙伴都知道 金属黄虫又被称为六亲不认形态 因为该形态会侵蚀变身者的内心 刷使其暴走 为了控制这种邪恶的力量 则家通过程序升级制造了这把剑 该剑在解析了金属黄虫的程序之后 可以进化里面的恶意程序 原理就和电脑杀毒没什么区别 但这把剑可是一点都不软啊 从现场的打斗来看 反而他还十分运气 五 必杀骑士拳 小伯是不是只知道骑士踢 不知道骑士拳 没关系跟着小城来了解一下 一说到这个梗的出处 那是相当的有画面感 也就是任杰手撕老千的那个名场面 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拳 但画面却被打上了必杀技才有的专属特效 你说这是不是导演在故意整活 好像他就在告诉观众 这是一个必杀技 后来大家索性就把这称为必杀骑士拳了 但是这一拳何德何能啊兄弟们 凭什么导演就给他必杀技才有的特效啊 后来小城终于知道了 这一拳之后 任杰就再也没放过必杀技了 六 卡斯特奥夫 相信一些假面骑士的老粉 对卡斯特奥夫都不会陌生 原本是指爆炸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这样 不过到了令和时代 卡斯特奥夫迎来了一个新的定义 那就是这样 确实也只有老千配得上这个词了 而对于这个全剧唯一的性感镜头 自然是要登上名场面的 七 生帕森头 生帕森头是日语的发音 反应过来就是百分之一千的意思 这句话是老千惯用的口头禅 可以看到老千对于自己的各方面还是很自信的 但是如果以结果为导向来看的话 不得不说给人的落差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在千奇的实力这一块 他是这么说的 结果是这样的 这样的 甚至是这样的 因此老千的这句口头战就成了迷之自信的代名词 也成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种高位行为 哪怕你有很强的实力 做完还是要低调的嘛 八 电池鼓包 想必大家都知道东央养筑厂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可谓是万物皆可膨胀 话不多说咱们眼见为食 这是一只首次出场 可以看得出五官还是很精致立体的 而到了中期 已经没有精致而只剩立体了 再到了后期 呃 后期掉线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亚兹吧 都说头发长可以遮脸 小城证实这是谣言 因为亚兹肉嘟嘟的脸 哪怕是用头发都已经遮挡不住了 这已经不能用圆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鬼斧神功啊 由于该角色是机器人 观众们只能说是电池鼓包了 9 我的R 这个肯出自于灭第一次下线的时候 本来是件很悲伤的事情 但在灭交代遗言的时候 对讯说了这么三个字 不好意思 小城当时确实没憋住 想必讯内心也是一阵翻涌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 你却想做我爹 对此观众们也很识买账 表示很看好这一段感情 纷纷称呼灭霸逊而一次表示祝福 10 大猩猩 没想到吧 不破除了掰齐这个称号外 还有一个大猩猩的名号 我们来看看这个梗是怎么来的 当时小城也捏了一把汗 要不是小社长拦着 真怕他上去把一子给掰了 说什么休马吉亚是人类的敌人 我看只是你的敌人吧不破 人家只是一个单纯的小秘书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11 永远24岁 至于最后这个嘛 还是老千的迷之自信 平常说说也就算了 你当着几台秀马吉亚的面去说这件事情 就有点藐视高科技了吧 本来任杰介绍的时候就有点绷不住 不了一直直接给当众揭穿了 好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最后小社长把这件事告诉不破 差点没把不破笑死 以上就是灵异中的一些名格名场面了 小伙伴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本期的盘点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城 一个绝对不会偷根的男人